大阪市的电传区 是设有这种绿化的 而且我们的楼内的中心地段呢 也是有一个休息的区 以及小池塘和我身后的绿化 可以说是这个公寓是一个花园式公寓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九层的一个房子 那是哪一间呢 现在我们来一起看起来吧 来到九楼 那我们看到了整个公寓的公用停车场 那这个停车场的停车费啊 还是蛮便宜的 每个月仅需3000日元 房间整个户型呢 是三居室 总面积啊 是74平方米 那我手边的东向呢 是一个大阳台哦 东向的阳台呢 不仅宽敞 而且前方无遮挡 采光和眺望都是蛮不错的 客餐店的美中部组呢 就是面积啊 有一些局促 才仅仅的11点5体 那我左手边连接了一个合风卧室 如果我们合风卧室啊 没有太大用处的话 我们也可以选择 把合风卧室改装成客厅哦 这样的使用面积 可以增加一些 再看一下我们老朋友厨房的位置 这个厨房的操作台啊 是我见过这么多房宗最高的一个的 对于身材比较小小的女生来说 有一些不太友好 厨房身后呢 有一扇推拉门打开之后啊 就是我们的洗漱区域 洗漱区域的位置呢 还是蛮宽敞的 那这边呢 是一个洗面台 那洗面台是没有做过重新更换的 那我身后呢 就是浴室的位置 洗漱区域呢 还配有了一个大的收纳 那这个地方我们放一些换洗的衣物 和一些洗涤用品 是不错的 日本的房屋设计呢 就是收纳无处不在 通往两个卧室的路上啊 还有一个小的收纳 那我身后呢 是两间卧室 以及卫生间 还有玄关部分 这间卧室呢 是我们的主卧 面积呢 有气体 而且我们通过家具的摆放啊 设计起来还是蛮温馨的 这边还有一扇小飘窗 是朝西向的 那为什么主卧的旁边 还有一道推拉门呢 我们来看一看 这边是什么呢 哇 这边是一个超级大的衣帽间 简直是女生的最爱 最后一间卧室呢 与主卧室并齐的 它也是朝西向的 但是面积啊 稍微小一点 是5.1亭 大家选择公寓后呢 每个月最大的费用支出 就是它的管理费 以及修缮费 那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公寓啊 它的占地面积又很大 管理设施呢 又非常的棒 大家肯定会认为 这个的管理费 以及修缮费非常贵 那其实不然 这个房子的修缮费及管理费呢 每月只需要两万三千日元左右 其实这么多的费用啊 在日常支出啊 我觉得还是蛮可以接受的 房子的售价呢 是五千一百八十万元 它的最近车站是玉塘基线 新大阪车站 徒步九分钟可以到达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